歡迎來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繼續是我們高級分析月王惠侯Rafi在身邊 Rafi 你好 你好 我和你跟進一下大事方面的情況 看到現在的客人在升19點 在做22,703點 期指方面升8點 最近22,687點 低水16點 成交方面暫時是32,000多張 國企指數方面跌54點 最近10,235點 大事成交暫時是483億 和你跟進一下個別的異動股份 談談藍手裡面的升幅比較明顯的股份 百利國際 編號是1880 看到現在這一刻 最近八角七零七都升5% 看見這個股份 昨天創了近年新低之後 今天有個反彈 其實是否純粹觸避一個回升 還是其他因素 如果以百利來計算 為何今天有個明顯的反彈 我會覺得一來 當然技術上有個叫做遮小回升 即所謂的技術性反彈 二來也有些主因可以叫做所謂賴一賴 有一個有升的因素 變成兩者我也有 先說回基本面 為何覺得有個借势向上抽的現象 因為說真句 百利來說基本面 大家都知道形容都不好 當然是去年第四季數字還未出 但以去年第三季數字來看 特別是它的同志銷售 鞋類方面來看 增長性仍然是放緩 變成這個勢頭 令股價之前不斷做得比較頑 甚至乎這刻都未見到太多的反彈 基本面來說 的確是比較頑微的 但以現在這個時間性上去看 其實又有一個短期炒術的因素 因為其實過去幾年都是 特別大家要留意一點 就是年金會月底就是所謂農曆年 而以百利來說也好 或者今天所謂升上來的這類版塊也好 鞋類股也好 其實有一個獨特的比較因素 就是農曆年的一個因素 因為其實很多時傳統 譬如中國人也好 或者香港人也好 可能過時過時之前 都會有個買多對鞋 或者是過往年的現象 所以你記得留意個人的紀念 譬如去年前年或大前年都是 百利每逢一、二月這些時間 都有一個短線的抽星 就是炒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今次來說 有少少在這個因素之下 因為我越來越近和理念 所以有少少借勢之下 就向上抽一抽 當然第一個就是基本的主因 但當然第二個因素來說就是 技術面 因為其實譬如去年二月份倒 結完高位之後 其實國家不斷向下去到 市低或者不斷走低 都沒有太大的轉勢 很多的技術指標來說 都去到所謂超馬現象的時候 一下反彈或者乘著這一刻 始終今天都市況沒有太多的 叫做焦點的板塊 因為你見到今天理計很多 譬如之前強勢的一些 叫做環保股 科技股等等 都借勢有偏遠或者回落現象 變相有些錢是轉馬 所以都減少少去年比較醜 或者比較差的股份去炒一炒 所以加上技術面 剛才提到的 就是在低位 所以兩者加上之下 都令到今天有個刺激作用 或者向上抽的現象 但當然問到一點 究竟接下來有多少水位去看 或者還可以多看多少呢 剛才提到的 雖然過去這幾年 第一、二月都有一個炒作 但今年是否完全一模一樣 有一個炒作呢 我覺得先看著 所以不可以看太多 暫時來說 如果以這個價位來看 要看看價格 南銀的短期裏面 可以站到大概九元左右 挨近20天線樓上 如果可以站到九元左右 做這些水平的時候 不排除短期 有機會試一試九個半 這些價位 挨近50天線 但至於到時 破不了50天線 要避免買盤的現象 如果到時比較大的 一推推上去 那會突破 才有望再看高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不要太擔心 看著九個半 做短期的目標價 說到鞋鼓來說 其實今天另外一隻 答負尼 編號210的這隻股份 都有一個升上 升超過一乘一 暫時仰掌三或七號色 如果馬上鞋鼓 炒新年來講 剛剛講的因素 其實兩隻來說 應該怎樣選擇 當然 如果以炒新年的因素 很難說哪隻會好些 始終不是考慮哪個品牌 或者不是考慮哪個牌子 比較受歡迎 炒的是炒整個版法的氣氛 所以變相來說 我覺得這樣選擇 兩隻其實不想八種 我覺得不是 如果這個情況去看 純粹炒六年效應的時候 就不是幻差太遠 但當然 如果以計算表達 哪隻會好些 剛才講到的 八例就輕輕叫做 十天、二十天線樓上 站穩的 可以上市五十天線 但以達福利來說 稍微技術方面 更加理想 一來今天這樣的突破 其實已經站回三條線樓上 十天、二十天和五十天都站穩 之餘 更加今天買盤 都特別大了 所以只要短期來說 我覺得不跌回三個六樓下 即是五十天線樓下的時候 絕對有進一步條件 是看高一點點 雖然暫時來說 我覺得如果要博 達福利似乎 技術方面來說 比較直迫性高一點點 也可以 以大約四個三左右 做回這一陣的一個目標價 下面來計算 只要不穿三個六樓下 問題不是太大 好 講完兩隻 在你估之後 和大家跟進其他板塊 講一下中資勸商股 見到今天來說 整個板塊比較差一點 好像一隻比較大一點 和大家講講 先跟進整個板塊的股價表現 先看看比較大支的幾隻 先講就是6030 見到現價來講 做中是18.4 中信證券現在跌超過5% 海東證券都跌接近3% 做中是12.3.8 至於中國銀河證券 做中是5.9.8 跌1.6 跌幅都接近3% 中國光大跌接近2% 11.54 國泰軍安做中3.7.4 稍為升四先 升幅是1% 見到今天來說 這個板塊做得一般 除了A股方面 最近早市比較一般之外 其實這個板塊應該怎樣看呢 大家都在講 A股來的IPO重啟的話 其實中資勸商股 照計都有些少許受惠性 應該怎樣看這些因素 可以以回中資勸商股來計 為何說這股股有益 除了有什麼感覺 內地市的因素拖慮之外 特別想降多一點就是IPO的因素 本來好像是這樣 大家簡單地理解 就是IPO重啟 變相對券商股來說 好像多門生意 多門收入 好像是一個不錯的幫助 但為何說 反而推出了之後 就跌一轉走 幾隻券商股不斷走低 特別是中信 大家都知道中信 過往都是比較講的 就是IPO方面的佔比 業務佔比比較多 理論上IPO重啟是好的 對受惠性絕對比較大些 應該升勢更加明顯 但反而跌一轉 就是跌勢更加明顯 到底是否因為大家對IPO方面的看法 有些不是太過好的地方 我覺得都有機會是 當然這個因素是自己去推考出來 不是太過實質 有一個人因素叫拖累 但這一點 我覺得大家都不可以忽視 因為以IPO重啟的情況來看 當然不斷提到的就是 無論上交所、深交所的制度不同 當中很複雜之餘 更加簡單地理解 就是上市公司的門檻去看 其實跟個案有些不同 因為以往很多時候靠他們 就是要遞一個申請 譬如去相關的交易所裏面 批了才可以排到上市等等 就是要審批他們的帳目 很多不同的因素 但是隨著今次回來 其實新股上市有少許改變 由以往這些審批的制度 改變成一個註冊制 即是假設你自己公司 已經符合某些門檻的時候 一遞上去 理論上就可以去上市 即是基本的質素 其實可以反過來說 保證上去看 其實比以前為之低 即是變成很多股份的質素 其實不是太過好 所以有少擔心就是 很多公司上市的質素不好 變成會上市之後有刑警 或者有甚麼因素 其實真的不敢包 而反過來 下一步衍生就是保證制度 因為如果以國別公司的質素 是叫做幾個月比較差的 即是變成保證人的責任上看 是更加之大 所以其實如果以中信 這些所謂在五身股角度 去看作保證的角色的時候 究竟你說做不做這間公司的保證 做不做好 其實真的很難去理解 不做的 少了單生意 少了收入 做的可能要 雖然是有錢下來了 但可能背負責任 就是背了剛才所說的 一些質素上比較差的一個 即是負面因素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大家都對這個IPO重啟因素 其實有很多針著的地方 看得不太通 或者有少許擔心 所以令到很多券商股這一陣 都相對是比較受壓多些少 特別是中信 所以這樣看 當然自己對於基本面 就不是頑皮的 我覺得其實慢慢來計 當大家消化完之後 會做好些 但是要等 特別是中信來計 現在技術上來說 更加叫穿了 矮近五十天線 十八個八樓下 所以短期看看 矮近十七個半這邊位 有沒有支持 如果這些位置可以叫做支持得到 我覺得有機會 慢慢會帶回20元 但當然絕對要給耐性 因為始終這一陣技術面比較頑 連續三支音竹之餘 更加固滑 都依然是未減 所以我相信有機會 進一步調到十七個半左右 才會有個存定現象出現 謝謝Rafi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各格相關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R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就會轉來 我們的市務總監 郭瑟治郭Sir 和大家跟進一下 A股方面的收市表演 想聽的話不要走開了 我們稍後見 下一個月 對 有10個頂的 總共回膨物 一個禁止